第241集《蝎子经》2023年6月5日 让我们一起进入神秘的西游世界 这一集呢,我们回到西游记原文 菩萨走后,孙悟空说要去请救兵 此时啊,我们看看猪八戒怎么做的 他捂着嘴,说要一些止疼药 捂着嘴啊,就是说他不能说话 此时呢,猪八戒就代表了全国人民中的革命者,觉醒者 我们回忆道上飞上台之后几十年 人民中的觉醒者,经过一次一次的严打 已经被抓的,被杀的,发不出声音了 这就是捂着嘴 到了锦衣大人上台呢,互联网发展起来 于是呢,锦衣大人大力发展水军 他已隐藏在暗处的,估计主要是台湾的啊 那些水军组织左右了舆论 愚弄了全国人民的思想 人民就在麻木中等死 这也是猪八戒捂嘴的意思 此时孙悟空说,不用药,疼过了夜就好了 过了夜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白天到了,光明照耀大地 此时呢,也就是二十大之后 大家看懂了吧 这个时间点啊,是准确的 这个时候,人民中的觉醒者就可以说话了 你比如我,我就是这个时候的猪八戒 我的视频能发出来,就代表猪八戒的嘴不疼了 也不捂着了,可以正常说人话了 于是呢,孙悟空就来到了冬天门 冬天门呢,有东方神仙 而接待孙悟空的呢,是增长天王 大家看到了吧 你看西游记是多么完美的吻合现实 更关键的啊,我的这一系列视频 竟然也完美的符合了西游记的发展 这一点我以前是真的万万想不到 你看啊,我前面一集,几集啊 讲了中国率先进入了新的时代 一个是电能源时代 一个是全新的信息科技时代 就是那个5G啊 那么你看这个,这时候 这代表什么呀 这不就是增长吗 这就是增长天王啊 增长天王就在我说完中国的增长之后 他就出现了 你说这一切不都是神仙安排吗 所以我的视频啊 我说的话,这都不是我说的 这都是神仙的安排 他可以说是亲自制作了 这个一系列视频 当然啊,大家看到的 就是我在写文案,我在说话 可是呢,这只是表象 它的本质是 神仙让我说出这一切 增长天王准确描述了 当今的世界局势 此时什么局势呢 就是西天门关闭了 这个我们可以形象的理解为啊 西方邪神关了门 准备折服几十年 他们暂时休息一下 这一场战争 他们失败了 那么对应的 就是人间的这一代 大号汉奸 全被抛弃了 这就是国内抓间谍 首富他们全一个个报受 还有呢 美国现在的无能狂吠 大家不要看美国现在还在蹦的啊 军舰还跑过来 是跑到台湾海峡还是南海啊 还来示威 那都是表象了 看了这么多西游记视频 大家应该学会了 透过表面看本质 本质是西方邪神 经营了几十年的世界秩序 彻底崩溃了 我们从1976年 毛主席去世啊 开始算起 为什么从这个时候开始算呢 因为啊 毛主席这尊大神在世的时候 西方邪神的全球秩序 他没有执行下去 而毛主席去世之后 道上飞等八老治国 中顾伟治国 他立刻将中国彻底出卖了 怎么出卖的 大家都知道啊 那时候西方邪神的世界秩序 才开始全球推行 所以啊 我们算算时间 1976年到2012年 2012年就是十八大呀 这也不过是36年 正好是天上的最大数目 这证明啊 西方邪神苦心经营几百年 我们从清朝入关就开始算啊 但是他真正全面 推行他的全球秩序 就是你看这个疫情 他不就是准备彻底 收割中国人的性命了吗 这个是最明显了 你想想 我们全中国十几亿人 每一个人都被打了 一针两针三针四针五针 对吧 那么你看看 这里咱们说一句不好听的 漏网之鱼 还有几条啊 没几条了 全国人民都被打针了 那打针是干嘛呀 那不就是死亡吗 对吧 所以说 他们是这个几十年 到了收割的时候 那可是呢 他们收割成功了吗 没有 正好是36年 他们就完了 这就是天道不可违背 西方邪神也违背不了 2012之后 习主席执政 就开始了 对西方邪神的旧秩序 全面推翻 到了2022年 就是十年时间 西方邪神 宣布了自己的失败 对应到西游记中 就是他们 关闭了西天门 他们杀死了马列 满清 那就他们也不管了 西方邪神 在人间的左右手 西方邪神 他们全放弃了 都不要了 于是呢 旧的西方邪神秩序 就崩溃了 这个我说看本质 本质就是 沙特拥抱人民币 沙特和伊朗 跑到中国 签署和平协议 阿富汗的美军也跑了 还有呢 俄罗斯和乌克兰 就打起来了 国际上发生的很多事 如果我们能看到本质 那么都是旧的世界秩序 解体的表现 所以啊 大家不要看 现在美国军舰 还在海上飘着 那毫无意义 就是一艘艘铁座的棺材而已 这就好像当年 蒋介石跑到台湾 那么大陆上 那不是还有 国民党残余军队啊 还有各地的土匪武装啊 而且还不少 对不对 那么他们还能对新中国 造成致命威胁吗 不能了 他们只是依靠历史的惯性 在无意义的活动 他们在等死而已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军 那些军舰 美国各地的军事基地 我们不看外国了 我们看国内啊 你就看现在国内 那些一个个 你比如温铁军 他还在台上 呸呸呸蹦呢 是吧 每天还出来说话呢 那他在干嘛呀 他在等死而已 大家明白了吧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下面情节 孟悟空遇到了四大天师 他们说 某日新冠去观星台了 这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一下啊 诸葛亮当年为自己续命 他不是在那个武藏元 点燃了七星灯吗 也就是说啊 人间的事和天上的星象 有对应关系 观星台 就是观察人间的发展变化 能提前预知 或者我直接说明白点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 某日新冠 你看成人间这个人 他就是普京 这个时候就是说 普京他在人间 在观察世界局势怎么发展 此时啊 这个时候就不是二十大了 他应该更向前 你看啊 普京2016年第一次批判列宁 2019年第二次批判列宁 这下批死了马列 那么这个时间 我现在猜一下 他应该在2012年 习主席上台执政 那个时候他开始观星 那么普京为什么批判列宁呢 他肯定不是心血来潮 所以啊 这就是观星的含义 普京应该是在 2012年或者更早吧 他观察了星象变化 或者我们不说的那么玄幻 我们就说 普京对未来局势的发展 有了自己的看法 那就有了 普京两次批判列宁 然后这个乌克兰俄罗斯战争 然后就是远东开发区 那么就来了嘛 大家明白了吧 普京啊 他并不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战斗 他是俄罗斯人 他是为俄罗斯选择了未来 这个未来对俄罗斯最有利 此时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啊 天师说了 他让孙悟空去光明宫 看到吗 光明宫 我们可以认为代表中国 是大明朝那个中国 是毛主席那个中国 是十八大后习主席的中国 这样就理解 就容易理解了啊 所以你看啊 这里啊 有一个辱克关系 孙悟空没有去观星台找普京 就是习主席没有去观星台找普京 而是在光明宫等普京 大家马上就明白了吧 普京对于中国 他是一个外部的帮助 但是他却不是根本的力量 他不是本质那个力量 中国有现在的一切 靠的是习主席带领全国人民 艰苦奋斗 关键是独立自主 也就是说 有普京我们欢迎 没有普京 我们一样会进入新时代 一样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大家明白了吧 你看啊 神仙在这个细节上 都交代的如此清楚 即使啊 大家肯定不知道 我在写下这段文字之前 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甚至连观星台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更别说那么多细节了 孙悟空这个到光明宫等待普京 这什么意思啊 当时我是实在是完全不知道 可是写下文案的时候 我就什么都知道了 所以我其实是啊 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 我说的一切 都是神仙在让我说 好了 现在大家知道了这段话的深刻含义 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时候啊 孙悟空就来到了光明宫外 大家注意一下啊 孙悟空没有进去 为什么没有进去呢 因为这时候的光明宫 他这个时候 他就不是地上的中国了 他是天上的宫缺 前面我用普京 那那那都是啊 说的是人间的事 此时啊 我们又回到了神仙世界 这个时候 卯日新官 他又不代表普京了 他代表东方神仙 因为他住在光明宫里面 孙悟空为什么不能进去呢 因为孙悟空此时代表习主席 习主席 神仙下界 他下到人间之后 因为要遵守人间的规则 那天上的光明宫 凡人是进不去的 所以啊 为什么这一个故事 就是歇斯经的故事 要到这个时候才让我看懂 就是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物代表了太多身份 不断转换 他太复杂了 所以啊 要到大家完全接受了西游记整个的背景 这时候大家才能大概明白每个人物代表的含义 这里的人物啊 他代表的人是来回切换 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啊 其实神仙很努力的让人类明白天上人间的区别 但是说实话啊 这个神仙的事 我们凡人怎么能弄明白吗 反正是 我是很难弄明白的 毕竟我们不是神仙 就算是我自己啊 我也是个凡人呢 其实我也不明白 我只是知道 应该是这个意思 此时呢 你看啊 某日新官就回来了 他穿着败嫁的朝衣 这什么意思呢 这时候啊 我只能大概猜一下啊 之前我一直不知道 玉皇大帝是什么意思 因为最开始 玉皇大帝 那个天庭 他不是镇压孙悟空吗 我一直以为他是坏人 现在啊 我也没看懂大闹天空 所以呢 我也不能给大家讲这个大闹天空 但是这个时候 我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 就是玉皇大帝 他不是一个具体的神仙代表 他是一个超越了东西方神仙的 一个虚幻的最高神仙权力 我换个说法 大家就更好理解了啊 既然是天庭 也是个庭 朝庭 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天庭啊 看成 人间这个朝庭 搬到了天上 这是一个神仙的 类似人间的 权力组织结构 玉皇大帝 你就把它看成 人间的皇帝 就好理解了 只不过呢 他是神仙的皇帝 神仙呢 分成东西两个集团 我们就看成两个 官员派别就好了 之前呢 这个西方集团 一直占有优势 也就是太上老君和如来 这两大集团 一个是道家集团 一个是佛家集团 他们控制了天庭 他们占优势 于是玉皇大帝就这个皇上 就只能听他们摆布 这个时候 我怎么感觉 这个玉皇大帝和这个家境 差不多了 就这意思啊 那么天上也有神仙战斗啊 现在东方神仙 战胜了西方神仙 于是呢 玉皇大帝 他就又听东方神仙的了 这下大家就明白了吧 现在我大概明白了吧 就是说这个玉皇大帝 他不是一个人 你可以看成 他是一个 他也是个道路 大家明白了吧 现在这段文案 这段文字没有在文案里 是我现在说到这里 突然就想明白了 所以我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玉皇大帝 我们把它也看成一个路线 一下就全明白了 西方神仙 西方邪神战优势的时候 这条路线 就是向西的玉皇大帝 他就是西方的玉皇大帝 东方神仙 战优势的时候 那么这条路线 他就改成向东的了 于是玉皇大帝 就变成了东方的玉皇大帝 大家明白了吧 这段文字 我没有在文案里 我是现在说到这 才突然就想明白了 所以这肯定也是神仙告诉我的 就是没有那么一个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就是天上的路线 一下大家全清楚了 所以此时呢 那个卯日新官 他就是光明宫的主人 他明显是东方神仙中的一员 但是他也在天庭之中 这让大家清楚了吧 也就是说 天上神仙 东西方 他们一直在一起 东方神仙并没有藏起来 只是在漫长的西游记故事中 神仙作者 一直没有写具体的东方神仙 这就给大家造成了一个误解 让大家以为东方神仙 不属于天庭 其实不是这样的 天庭就包括了 东西方两个神仙集团 只是过去呢 西方神仙战上风 现在呢 东方神仙战上风了 现在大家就全明白了 那我也明白了 真是啊 就写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啊 天上神仙的组织结构 你看啊 我说这一切都是神仙告诉我的 真是没有半点假话 在写下这一段文字之前 我也不知道 这个天庭是怎么组织的 那现在呢 我就完全明白了 我明白了 大家也就明白了 此时 你看描写那个 卯日新官的诗 五月金光彩 这个五月不就是代表 中国吗 对吧 中国到处金光闪闪 那不就是整个中国 完全被阳光所照耀吗 山河是玉色 玉和香都是神州人民的代表 也就是山河也变色了 从过去的荒山野岭 变成了现在的金山银山 你看金山银山 那不是金光闪闪吗 大家懂了吧 尤其你看最后一句啊 天香飘袭满门亭 看到吗 这个香就是神州人民的精神 神州文明的代表 此时这个香飘满人间 你想一下啊 在整个西游记视频讲解中啊 就到了后面这些集啊 习主席一直就是 变蜜蜂变火焰虫 大家记得吧 火焰它就带来了光明 蜜蜂呢 就带来了花香 现在大家就完全看明白了吧 这里啊 就是对现在和对未来中国 精准的描述 此时孙悟空站在光明宫外 毛日新冠就回来了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啊 习主席在人间和天上的东方神仙 在沟通 这个怎么沟通呢 我就不知道了啊 因为我就是个凡人啊 说到这个金山银山呢 我必须给大家讲一下 过去我们的环境 被道上飞和锦衣大人 已经糟蹋到了什么地步 大家看看啊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八十年代什么时候啊 1984年 道上飞开始经济体制改革 1987年 道上飞开始政治体制改革 那么你看 与此同时啊 就是随着它的改革开放一开始 洋垃圾就跟着改革开放 进入了中国 洋垃圾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啊 2017年以前 在广东汕头的桂羽镇 人们可以看到漫天的浓烟 和水里随处可见的漂浮垃圾 年幼的孩子围着垃圾堆玩耍 这个地方被称为全球最独地 世界各国的废旧电池 手机 电脑 打印机等电子垃圾 都会聚在这里 有人说来到这里一次 就会报废一双血 那么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世界各地的垃圾 又为什么会会聚在这里呢 20世纪90年代初期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 大家看到了吧 改革开放啊 道上飞 不但对内瓜分国家 对外出卖国家利益 同时呢 他竟然把中国 我们美丽的神州大地呀 变成了世界的垃圾厂啊 看到吗 全世界的垃圾 道上飞 他全要了 我就真他妈无语了啊 这个孙子 他是个活畜生 他就不是人呢 这个洋垃圾 这个视频说的还是好的 其实还有更多的 揭露的那些 我一时没有找到 就是啊 什么带血的卫生巾呢 这个尤其是西方的医疗垃圾 道上飞都要啊 这个医疗垃圾是什么呀 那都是带着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所有病毒啊 那就都来了中国 到哪呢 就是广东 广东什么地方呢 广东这就是南山大王的地盘啊 是不是 花帅的地盘 你看看 花帅 那边又给你弄给 他这边给你弄一大积院 就东莞大积院 那全国里边的女人都在当小姐 然后这边弄给 弄给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垃圾场 就是中国 就是广东 你看看 有他们配合的多默契 你现在立刻明白这个 道上飞分封十八路诸侯 什么意思了吧 自己的地盘 他好作恶呀 没人管呢 他是土皇帝呀 这个 真是气死我了啊 广东接受了全世界的垃圾 也就接受了全世界的病毒 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人民之中啊 突然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疾病 那你看看 全世界的所有病毒 一样不缺 全进来中国了 就来到了广东 而广东呢 又是改革开放最前沿 这什么意思呢 这他们就是 全中国的年轻人 都来这里打工了 那也就等于 全中国年轻人 都来到了这个巨大的 病毒池子里面泡着 然后呢 当这些人回家的时候 他就将全世界的病毒啊 一样不缺 带到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他真是不留任何死角啊 你看看 道上飞呀 这个计划是多么 恶毒啊 这这这这 这真是 说不出来话了啊 这个人 他就不死一百次啊 他都对不起全国人民呢 你想想啊 因为这些病毒 而导致的那些 全国那些病死的中国人 还有现在身患 身陷疾病之中 正在天天痛苦的中国人 还有那些畸形的胎儿 这一切都是道上飞灶的孽呀 你说他这 他还是个人吗 他他就是个活畜生啊 然而你看看 当羊垃圾呀 大举的 无差别毒害 全中国每一个人的时候 你看看这个邓小平在干嘛 1985年 邓小平亲自为徐室友 驻巴士大寿 我带了你最爱喝的茅台 其实在邓小平的专列 离开北京去南方市查前 他就告知秘书 自己要前往南京 看望徐室友 2月1日 专列抵达南京 徐室友亲自到站迎接 邓小平看到徐室友第一眼 直接说老许啊 我带了你最爱喝的茅台酒 徐室友听完之后 哈哈一笑 赶紧去握住邓公的手 老战友见面 自然是分外开心 看到吗 人民在洋垃圾中挣扎 人民在病房里面死去 甚至更多人都没有前进病房 就那么无声无息的死了 而此时呢 道上飞在招呼他的狐朋狗友 喝茅台 看到吗 一边是人民的死亡 一边是道上飞和他的同党 举着茅台 疯狂庆祝 庆祝什么呀 庆祝他们卖国成功了 他们从此成为了西方邪神手下的有功之臣 他们被赏赐了 夺赦 他们长生不老了 然而呢 他们真能长生不老吗 别做梦了 你们想一下 我做这个视频什么意思 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这就是啊 代表东方神仙在宣判你们的死刑 你们所有夺赦求偿生的人 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千秋万代一直活下去 别做梦了 你们的美梦在我这个视频第一集出现的那一刻就已经破灭了 这是东方神仙直接宣判了你们的死刑 所有的人间九转灵魂 你们都会被找出来 一个一个被杀死 你们都会死 而且很快 你们不要着急 耐心等待 死亡马上就会来临 而且呀 你们这帮汉奸卖国贼 你们怎么祸害的人民 那么你们就会受到千万倍的报复 要知道啊 你们的死亡是灵魂的死亡 灵魂是比肉体更能感受到千万倍痛苦的 所以啊 你们必将接受千万倍的 你们加在人民身上的痛苦 只有将人民的仇恨 全部降临到你们的灵魂之上 当你们受尽了千万倍折磨之后 你们才会离开这个人间 但是啊 地府一直在东方神仙手里 你们离开人间 去到地府 等待你们的依然是无尽的酷刑 你们就好好等待吧 这是东方神仙对你们的宣判 死刑很快就会降临 好好等 我绝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好了 说完这个啊 大家再看看 这个洋垃圾是什么时候被废除的 就是习主席时代 看到吗 是习主席时代 才彻底拒绝了洋垃圾 才将健康还给了中国人民 这才有了绿水青山 然后呢 大家看啊 当中国拒绝了洋垃圾 神舟不做世界的垃圾场了 那么你看世界发生了什么 你看看这个视频 看到视频中这块烧着的大火了吗 它已经足足烧了三个月 你敢信吗 并不是哪里发生火灾了 而是韩国用17万吨垃圾堆起的垃圾山 不止韩国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垃圾 也都堆积成山 无法处理 影响到了正常生活 但他们却把矛头指向中国 高喊 全世界的垃圾山都是中国造成的 看到了吧 如果没有道上飞全面接受啊 世界的洋垃圾 那么美国 西方 日本 韩国 他们自己的国家都垃圾成灾了 看到吗 你看到道上飞对西方邪神立下的 哈马功劳了吧 那么道上飞是谁呢 他就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邓小平 是他一手瓜分了国家财富 一手出卖了国家利益 同时 他还把全世界的垃圾 全世界的病毒都弄到中国来了 而他这时候呢 还在喝茅台 打桥牌 我就看看啊 你还能打几千桥牌 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西游记师一列视频 也快到尾声了 所以啊 神仙也就要点题了 一切人间的九转灵魂 一切汉奸卖国贼 都逃不过这一次的终极审判 有一个算一个 你们谁都别想跑 活着的 有人间的 反间谍法制裁你们 罗社的 那有神仙手段 制裁你们 好了啊 说完这个 我们还是回到西游记 《蝎子经》的故事呢 就要讲完了 说到这里啊 我就要再说一下 蝎子经的含义了 这个时候 其实神仙又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蝎子经啊 他那个 那个 他不就是剧毒吗 对吧 这就代表了 一切汉奸卖国贼 对中国造成的巨大伤害 他们就一直在投毒啊 你从马列到满清 你从道上飞到锦衣大人 从完人这个体系下来 他就到了棺材板啊 仰望星空啊 黑眼圈啊 那不都是在投毒吗 尤其到了黑眼圈时代 三年疫情 差点让中国就直接亡国了 这个意思大家都明白了吗 那么此时呢 神仙呢 还突然就给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就是说啊 大家知道有个邂逅语吗 叫 蝎子使 独一份 大家知道这个邂逅语吗 这就是说 我做的这一系列视频 你是 从天上地下去寻找 都没有 这是独一份 再无第二家 大家明白了吧 这个使啊 这好是反用了 太史公史记 那个历史的意思 玉兔经的故事里面 神仙说了 司马迁的史记 那就是一坨史啊 臭不可闻 而我这一系列视频呢 虽然是蝎子使 但是却代表了 真正的历史 而且是独家历史 别无分号 大家明白了吧 神仙作者 申公报 他的性格啊 就是特别的风趣 怎么说呢 就是他呀 是一个立场 极其鲜明的神仙 好人 坏人 那是绝对 要分辨清楚的 黑白 不容混淆 可是同时呢 他还 就是特别爱开玩笑 有时候呢 他也拿自己打趣 你看我这一系列视频 其实都是他做的 但是他就说 这一系列视频啊 就是蝎子使 所以啊 这个我就真不好说什么了 大家就懂得 这个意思就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看原文啊 你看看 孙悟空说了 西梁国 独笛山 琵琶洞 这里啊 独笛山 大家都知道了 这精准的对应了 三年疫情 那么西梁国呢 这个就是 锦衣大人 打造了几十年的 太监化 娘们儿化的 那个中国 琵琶呢 你看这上面不是 四个王吗 你看看 现在还活着的 不就是锦衣大人 棺材板 仰望星空 黑眼圈吗 这四个人 一个人对应一个王 这是精准对照 如果你再放宽了说 这不就是 八老治国吗 然后呢 再放宽点 那就是中固伟治国 看到吧 那一个个都是自立为王 他们不听中央的 那个时候啊 也难说有真正的中央 然后我们看啊 某日新官说了 事情紧急 我都不通知 玉皇大帝了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此时东方神仙 在天上取得了 决定性胜利 那个玉皇大帝 其实就是 东方神仙的路线 所以啊 我们不用去和 那个路线说了 因为其实没有 那么一个具体的 玉皇大帝 我们直接办事就完了 于是呢 某日新官 他和孙悟空就来到了人间 此时有个关键情节了 猪八戒说 我嘴疼 意思是 我不好说话 那么某日新官 就给他治好了 就是摸了摸 吹口气就好了 这代表什么呢 这代表着 东方神仙 给了中国人民 说真话的权利 大家看懂了吧 你看到这里啊 就更加明白 我这一系列视频的作用了 我的视频 从第一集开始到现在 以及后面的所有视频 都是说真话 而这个权利是谁给的 是东方神仙直接给的 所以啊 东方神仙 其实是拿我 当了一个人间的样板 这样板戏嘛 我一直在说真话 那我不是 没被敌人杀死吗 那我不是还活蹦乱跳的吗 那么神仙在这里告诉大家 现在是到了 说真话的时候了 你说真话 不会死 大家要大胆的说真话 只有全国人民 都说真话 不再虚伪的 对那些汉奸卖国贼 歌功颂德了 那么我们神州大帝 才能迎来真正的新时代 如果呀 我们还用着 我们用着新能源汽车 用着新的信息科技产品 然而我们 却嘴上对道上飞 对锦衣大人 一个个汉奸卖国贼 还他妈的歌功颂德 那么你就不配进入新时代 大家明白了吧 这是神仙 对中国人民的启迪 其实也是一种要求 就是说 到现在到了 说真话的时候了 不允许你再说假话了 如果你以前 是伪心的对道上飞 锦衣大人 等一切汉奸卖国贼 歌功颂德 那么现在立刻停止 如果你以前是不懂 是被他们欺骗了 那么现在你就要觉醒 总之啊 从这一刻开始啊 停止一切 对汉奸卖国贼的歌功颂德 同时大家要觉醒起来 要在全中国层面 全面开展 对道上飞 对锦衣大人 对所有汉奸卖国贼的 哪怕他已经死了啊 你比如完人 那也不能放过 要对他们全体 这个卖国贼阶层 全面批判 全面清算 一个都不能放过 其实这个时候啊 我是可以点出所有名字的 但是啊 现在宣传领域 尤其是网络这一块 还控制在敌人手里 所以啊 我为了我的视频 能更广泛的传播 我才使用了代号 大家明白这一点啊 我不是不敢说 而是啊 我要尽快的 让视频传播更广 所以才使用代号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是可以直接说 他们的名字的 好了 明白了这点 我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下面情节啊 此时孙悟空说 你也给我解读吧 他说啊 我遭过读 只是过了夜才不疼了 但是还有点麻痒 同时呢 还担心阴天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我直接说啊 这个头啊 代表了中国最高层 也就是说 即便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齐主席二十大之后 在高层啊 依然有汉奸卖国贼潜伏着 或者不用说潜伏吧 他们就是明面上的 你比如 我前两集说的 湖南日报 他这个时候 直接给大汉奸柳传志 祝寿 这不就是明摆着的汉奸吗 但这是什么 他不就是汉奸间谍吗 这就是头的意思 但是呢 就是他们这帮汉奸卖国贼啊 已经不能对国家造成致命威胁了 就是头部疼了 但是他们的存在呢 会让头部麻痒 就是他们会给国家带来麻烦 大家看懂了吧 尤其是一旦天音 天音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太阳被乌云暂时给遮住了 就是这个时候 他们就是太阳只是 只要被乌云遮住一点点 这帮汉奸卖国贼 他们就疯狂出来搞破坏 大家懂了吧 那么 某日新冠呢 就为孙悟空也治好了 这就是说 东方神仙亲自出手 在中国的最高层 清理了汉奸卖国贼 这个情节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此时 孙悟空和猪八戒 就来打蝎子精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时候 时间是重合的 孙悟空是说的 习主席时代 准确的说 就是现在二十大之后 也是可以的 那么猪八戒呢 他代表了江主席时代 因为他拿着钉耙 这个钉耙就代表了权力 如果他没有拿钉耙 那么此时的猪八戒 是可以代表人民的 但是啊 我这里实话实说啊 就是这个层次的斗争啊 这么高啊 我们普通老百姓 别说参与了 我们连知道都不知道 所以啊 此时的猪八戒 他不代表人民 他就是代表了江主席 打破二门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西游记中 二门进去 那就是核心了 二门破了 就是直接杀到了 妖怪的核心 妖怪老窝 那么这个妖怪 正在解放唐僧 这什么意思呢 你别以为这是好意思 这意思是说呀 妖怪他换了手段 他想通过另一种手段 夺取政权 这个呀 我这么说 大家不好理解 我就说一个词啊 叫做扛着红旗 反红旗 那你就完全明白了 你比如金灿荣 这样的教授专家 他是不是一直说 中国好伟大呀 美国毕竟失败呀 那你比如还有这个挨越镜 他是不是一直说 毛泽东是伟人 我们要马列 就是这个意思了 他们呢 是扛着红旗 反红旗 他们这样的 新的汉奸卖国贼 试出在习主席时代 以扛着红旗 做掩护 继续潜伏下来 当卖国贼 为三十年后做准备 那么这时候你看啊 孙悟空和猪八戒 那不就是直接打进去了吗 也就是说啊 就这帮小的 或者隐藏的汉奸卖国贼 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习主席神仙下街 当然不会被他们这种 小伎俩所欺骗了 然后就是我前面讲过的 毛日新官 他两声喊死了蝎子精 那么这个情节 在这个时候 就有了多重含义 前面我说了啊 这个事儿 是普京两次批判列宁 代表俄罗斯 把马列的根子 他连根给刨了 事实上也就再没有了啊 马列的根 马列断根了 同时呢 到了这一期 到了这个时候 其实它就是代表了 更高一层的意思 所以说我说的一切 真的都是神仙告诉我的 我这个时候就知道了 这个意思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 我说普京的时候 我根本不知道 这里还有这个意思 那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呀 习主席打败了 国内的所有汉奸卖国贼 双冠子 这不就是连任吗 大家都懂了吧 那么六七尺呢 这就是六七十岁 十八大时候 习主席可以看成是六十岁 二十大时候 习主席可以看成是七十岁 你看看 这神仙手段是多么的神 我都没法说了 这太神了 这就是六七尺的含义 大家明白了吧 此时的某日新冠 就是习主席 他来自天上的光明宫 蝎子精 就是人间的一切汉奸卖国贼 他们全被习主席打死了 这一首诗 就是赞美某日新冠 也就是赞美习主席 我们看后面四句啊 不是凡鸟 本是天星 这就是说神仙下界 那个毒蝎子 本来就不是人 他们装作人的模样 此时都要现行了 这就是说 我说的那些大号的汉奸卖国贼 他们真的不是人 你比如锦衣大人 他就是一条鱼 这个道上飞 他是不是一只蝎子呀 我这时候是真不明白啊 不过我相信啊 我以后全会知道 他们的本来面目 到时候我就知道了 但现在我还不知道 我还没有这个本事 反正呢 他们现在都现出原形 这时候 你理解为人间抓献敌 就可以了 同时呢 这也意味着 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 彻底的拨乱反正 接下来 某日新冠就回天上去了 这就是说神仙回去了 也就是说啊 神仙下来 他是有时有会儿的 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 就是神仙告诉我们 人间的斗争啊 主要是靠凡人 我们不要等着 什么时候都有神仙救命 东方神仙已经在天上 打败了西方邪神 那么人间的事 就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今天或者昨天 我看一新闻 我们的海军将士们 发挥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他们驾驶军舰 直接撞击美国军舰 他们逼着美国军舰 不得不转向 离开了我们的防区 看到吗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民 必须拥有的战斗精神 然后啊 我们再看这个谢字经 他就被猪八戒 用钉耙打死了 这时候猪八戒 他还不只是代表了江主席 这时候 大家注意啊 钉耙呀 就是最高权力 所以这个时候 时间又回到了二十大之后 就是习主席 以最高权力呀 名正言顺的 处死了所有的汉奸卖国贼 这个呀 就精准对用了反间谍法 这不就是快到七月一号吗 这一天 七月一号这一天呢 反间谍法正式执行 这就是最高权力 这就是啊 对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审判 马上就要来临了 很快啊 大家就一起期待吧 因为你看啊 歇子经都被打成了一团烂将啊 那不就是 他们都死的不能再死了吗 彻底死亡了 然后呢 孙悟空和猪八戒就来到了 这个妖怪洞里面啊 看到了大小丫鬟 这些啊 就大小丫鬟 就代表了那些官员 他们说 我们不是妖精啊 我们是西凉女国的人 这就是说啊 他们虽然曾经为道上飞 为锦衣大人做事 因为那个西凉女国 其实就代表中国啊 但是啊 这帮人 就是这帮官员 他们也是身不由己 这个大家显然可以理解啊 全中国官员 他不会都是寒家买过的呀 可是在锦衣大人执政的时候 这个锦衣大人 他在最高层 那这些官员 他也没办法呀 现在 这帮官员说啊 他说唐僧在后面相仿 你看啊 这里用了花香的香 这就是说 你理解为毛泽东思想回归也可以 因为都香起来了 你理解为啊 中国处处花香也可以 这个内涵是一样的 因为啊 随着毛泽东思想的回归 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就回到了神州大地 那么自然 全中国到处都是花香 此时呢 孙悟空发现 丫鬟身上没有妖气 就是说 他们不是罕见卖国贼 也就放了他们 这时候 狗八家说 这个妖精是母蝎子 为什么是母蝎子 不是公蝎子呢 因为母的能下崽啊 道上飞 他不是有这个无数的徒子徒孙吗 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啊 虽然大号的汉奸 麦国贼 我们都知道 国家也会处理他们 但是那些隐藏的 小的 尤其是年轻的 这帮道上飞的徒子徒孙 他们不可能都被抓干净的 除了这里啊 我突然想起啊 我大学有个同学 他是个律师 他就是真心的赞美道上飞 他说道上飞的改革概方 给了他一切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律师 你看精准的对应了 西方学生那个六部体制中的那个刑部 他们是既得利益者 以前没有这种人 他们就没办法吸取中国人民的这个明知明高 现在道上飞这不改革了吗 这个六部体制建立起来了 于是这个律师 他们就都是吃中国人民的明知明高 所以我这个同学是真心的赞美道上飞 他们就是道上飞的徒子徒孙 他们这帮人呢 会藏起来 会等待合适时间 你比如30年后 他们长大了 他们就继续祸害中国 因此呢 对于汉奸卖国贼的抓捕 永远不能停 这不是一锤子买卖 而是年年抓 时时抓 有一个就抓一个 绝不能让他长大 如果30年后 再出来一个大号的道上飞 那时候 内有大号汉奸 外面有黑色荼刀 那么我们中国 就再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最后呢 就是他们一把火就烧了这个妖怪老窝 这个意思大家明白 就是把汉奸的根子给剿灭了 你比如南山大王 那个广东 对吧 还比如这个东北三省 说到这里啊 我真的就挺好奇啊 因为我也是个凡人啊 我也有好奇心 我是真不知道 就这个赵本山 怎么有那么大本事 他的罪恶 竟然和三个犀牛精都差不多了 也许以后有一天啊 他的罪恶能大白于天下 那么到时候我们就都知道了 现在呢 歇死经的故事啊 就全部结束了 这一章啊 真的 让我是非常非常的意外 说实话呀 我本来以为 我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这一章 这一集啊 就是歇死经的故事啊 一个简单的收尾了 可是万万没想到啊 这一集层次更高 一下子我们就来到了天上神仙的层次 这一集啊 神仙就是作者啊 连天上神仙的组织结构都给凡人讲明白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用太极图再给大家讲解一番 天上的神仙怎么存在 天上的神仙呢 也是完全符合天道的运行规则 西方邪神是黑色 他们代表邪恶 他们几十年来以死亡覆盖人间 尤其是他们要中国人死 要神仙种子全死 可是呢 就在黑色最多的时候 也就是2019年开始啊 就疫情开始之后 那三年 那时候全国人民都被打疫苗 对吧 你想想 那一针一针打下去 他们要干嘛呀 你说他们要干嘛 那就是西方邪神 要中国全国呀 全中国人民呀 都是亡国灭种啊 这就是黑色最多了 而此时呢 东方神仙就在黑鱼之中 那个白色的鱼眼睛 他就发力了 天上也是啊 阴急阳升 此时呢 是东方神仙打败了西方邪神 于是我们才迎来了光明 这就是光明宫 大家看到了吧 这个天道啊 真的太厉害了 他是世间万物的本源 是一切的主宰 就连天上的神仙 也要遵守天道 因此呢 当西方邪神力量最大的时候 他反倒失败了 这个时候啊 一些聪明人就难免担心了 现在我们是胜利了 可是随着时间发展 是不是过了几十年 我们又要坠入啊 西方邪神的统治之中了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想一下 我前面讲的 太极图啊 它是没有边的 也就是说 我们一直向前 向无限远发展 那这个太极图就像 就会无限扩大 它无限扩大 就永远迎不到那个 阳极阴生那一点 那么西方邪神 就永远也出不来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不就是习主席说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当人类呀 成为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那么我们一起 不但发展了地球 而且我们向宇宙深处前进 而宇宙它是无边无际的呀 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啊 只要地球上的人类 以神州人民为核心 让中国来领导这个世界 那么全世界人民 接受中国人民的领导 这样整个人类 就可以一直向前发展 而西方邪神 它又再也呀 无法下来作恶人间了 大家看明白了吧 这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深刻含义 好了 那么这一集 每一句话都是出乎我意料 我在做这一集 最开始落笔的时候 就是敲键盘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因为我觉得 好像我都说完了 可是没想到啊 这一集是最终的升华 一下子将人类带入到神仙高度 这太让我惊讶了 所以我写的每一个字 我说的每一句话 其实在我写我说之前 我都不知道 所以这就是神仙手段 而我也更加确信 我就是神仙的代言人 我是神仙的徒弟 我在人间呢 是有特殊使命的 好啊 那么这一集就到这里了 下一集说什么呀 我真就不知道了 因为别的故事呢 我现在还都看不懂 我会去看剩下的故事 如果我看懂了 我就继续讲给大家 如果我看不懂 那么关于西游记的故事 也许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呢 我的视频却不会结束 因为我是神仙代言人呢 如果神仙还有什么话 要对人类说 那么我还会继续做视频的 好了 这一集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